中国女篮对战加拿大明星队 比赛来到第二阶了 咱们中国队也是终于让王思宇开始先打了 许立民教练的思想有些转变啊 杨立维快速推进 漂亮 上来之后就是一个快攻打成 现在咱们中国队战杀落后两分 又是王思宇 上来之后就立功啊 黄思宇追身了三分球 哎呦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呀 没有救回来 湖顶超远的三分球 加拿大明星队第一阶中了5G三分球 第二阶上来之后手感依然不退呀 这场比赛是咱们中国女篮与加拿大明星队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 前两天更新了一场第三第三场比赛 那场比赛也是打尽了加时 最后咱们中国队显胜了 比赛也是非常精彩 现在场上的局势咱们分叉又被拉大了呀 杨立维篮篮下再是一个妙传又是助攻孙孟然 篮下上篮打击 好的 篮板球拿到 王思宇这边 惊一下 快速推荐 基地 孙孟然再来 篮板球被对手抢到了 哎呦这边以着王思宇将球打进了 确实是加拿大明星队实力在这放着呢 26比337分的分差了 给孙孟然再打转移出来 杨立维三分 串框而出 还有篮板 篮下自己来了 转身勾手差一点点力道啊 出界了 哎 采派还是给到咱们前场球 张如的低脚三分 也是没有啊 咱们今天三分球投的是稀赖呀 也有对手一个长距离的两分 再进 拦不住了呀 低脚 杨立维的三分球 还是没有 李月柔篮下一抢三 抢到之后 赵对手犯规 这些罚球了 第一罚命中 李月柔今天罚球 五罚四中 第二罚一球 六罚五中了 哦 这边李梦终于回到场上了 漂亮 李月柔的一个大帽 将球盖了出去 这条地位被李月柔破坏掉 救了回来 张如 将球交给李源 胡迪洋三分球出手 命中 又是李源呀 咱们中国队 背场比赛第二季三分球 也是李源个人的第二季三分球 分差 瞬间回到四分 对手还是不中 底角 排阵齐空位不投 再回湖顶 李梦 时间不多了呀 张如急停中投 没有 还有篮板 哎呦 这球对手犯规了 李梦杀防球线 第一罚命中 第二罚也有 分差又重新回到两分了 篮下 顶着李梦的防守 将球放进了 哎呦 这球又被抢断了 前场的三打二 追上的三分球再见 我的天呐 对手三分球 七投七中 自己都乐了 李梦再拉出来 转移 李源 没有 没有选择投啊 张如 无奈出手 命中 漂亮 对啊 张如 我们最初放手